我是斯文的老公 我是斯文的老公 斯文的老公 其实我最开始没有这样介绍 但是到后来每次我一上台就开始有人喊 斯文的老公 然后就导致我每一次都要接一下你知道吗 我后来就习惯了 你们既然每次都这样喊 我就干脆这样介绍就得了 就没有办法为了生活 其实我并不认为他们男弱女性 斯文在表演上比程如 可能要更加稳定成熟一点 但是在编剧上成禄会比斯文会更加优秀一点 其实他们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其实斯文算是我带他入行的 前期他是有背负这种成禄的老婆的这种身份 直到后来强力反转 然后让我变成了斯文老公 希望我有一些机会再让他反转过来 我觉得夫妻之间就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竞争 但是整体上是你俩在一条船上往前走 只是有的人有时候在船头 有的时候可能船尾一些 但是这条船是一定要往前走的 我觉得我今天的段子跟斯文比的话 可能还是会更好笑一些 所以现场投票可能会更高一点 让我们欢迎成禄 谢谢大家 我是成禄啊 非常开心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男人在男女关系中的存在感 因为我的身份太特殊了 对 我也说了我是斯文的老公 睡在上铺的兄弟 因为我 我也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每次我演出的时候 每次台下都会对我大喊 哇 斯文老公 我就很骄傲你知道吗 而且甚至就是真的 他们已经喊我不是斯文的老公 是斯文老公 就四个字 就像一个称号一样 我就想了一下 上次用这种方式命名的一个人 还是居里夫人 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觉得居里 居里这个人 比我更要尴尬一些 因为居里每次出现的时候 他要介绍自己 他怎么介绍 他说大家好 我是居里夫人的老公 居里 真的 我觉得就是一段关系 大家总是觉得 一定要男人更有存在感 你们才能够幸福 什么男强女弱 我开始的时候 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压力特别的大 你们能体会吗 你们娶过女明星吗 没有啊 我原来也没有娶过 因为原来斯文 他也不是什么女明星 他是国企的一个文员 就突然有一天 他就上了脱口秀大会 成了脱口秀女王 我就很尴尬 因为我也讲脱口秀 他是脱口秀女王 我却不是脱口秀大王 脱口秀大王是磅礴 然后一些人就开始 给我取外号 说我是脱口秀小白脸 还好我也有一些 认识我的观众了 他们也了解我说 哎呀那个程璐也很优秀的 他是脱口秀大会的首席编剧 斯文在脱口秀大会里面表现好 还不是因为跟首席编剧睡觉 澄清一下澄清一下 老夫老妻了 不会睡觉的啊 然后 何况我们还是兄弟啊 我觉得真的 班旅之间就不要什么分谁强谁弱 大家只是分工不同嘛 我们俩就我跟斯文来说 我俩每年都会为这个家定一些目标 比如说今年斯文就说 我们今年多赚点钱 争取买房 我说好去吧 就俗话 俗话说的好就是做女人难 做名女人更难 做名女人背后的男人 还挺爽的 当然我也有工作了 我也去工作 前一阵我还接了一个通告 就是有一个戏 我要在里面客串斯文的老公 对 因为我是凭自己的实力接到的 因为导演完全不认识我 看得出来 我演完之后 导演就特别高兴 说哇你演得太自然了 就太像斯文的老公了 完全演出了一个男人 不能挣钱的样子 我说导演 你把我的通告费给我 我能挣钱 说到导演了 我也认识一些导演 比如说王岳伦 李湘的老公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他一见如故 相谈圣欢 就是那种天然的吸引力 你知道吗 就我俩一直聊了几个小时 最后王岳伦都惊呆了 他看着我的眼睛说 难道你也娶过女明星吗 我说yes I do 然后我们两个人又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真的很真诚 跟我分享了一个多小时的 男人的减压技巧 就聊完之后 我就觉得哇 心情特别开阔 自信了很多 我觉得回到家 我的腰杆都挺直了 我回到家之后 我还跟斯文说 我说你看看你 你再看看人家李湘 你这个没用的女人 开玩笑 开玩笑 我当时是跪着说的 我跪着说的 其实我俩非常的恩爱 你知道吗 就昨天早上我刷牙的时候 我还跟斯文说 老婆 我对你的爱 就像高露节一样 意思是说 像高露节一样 从白天到黑夜 从黑夜到白天 给我12小时长效守护吗 我说 其实我主要是想说 你该给我钱买牙膏了 你这个有用的女人 当然就是 斯文的存在感 确实比我强 我也承认 就是我爸妈都会 对斯文比我更好一些 毕竟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嘛 真的 他们从来不会催斯文生孩子 因为会影响家里的收入啊 然后 他们又很想抱孙子 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天天在看一些 科技新闻 看看男人什么时候 可以生孩子 他们不催斯文 他们催科学家 真的 斯文 比我更受欢迎 因为他给大家的一个形象 是独立女性 其实他在结婚之前 他的目标是做一个家庭主妇 但是遇到了我 他的目标就变了 决定做一个独立女性 我觉得真的 好的伴侣就是这样 让你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 真的 你不逼他一把 他都不知道他有多独立 太烦人了 就虽然斯文在外面 给大家的形象是独立女性 但他在家里完全不一样 我跟你说 有一天早上我起床 发现斯文围着一个围裙 在那里烙饼 我就很想拿视频 给他拍下来 放到网上 曝光他所谓独立女性的真面目 让他人设崩塌 但一想算了 这影响家里赚钱是吧 但他自己靠自己的努力 他那天人设没有崩塌 因为他那天 只落了自己的饼 其实我觉得说了这么多 现在社会上厉害的女性 优秀的女性越来越多了 无论是你的伴侣 还是你的女同事 可能都会比你优秀 我觉得我们男人 就应该自信一些 不要总觉得要比女人更有存在感 这个社会才正常 如果有女性比你强 我觉得我们要 由衷地去赞美她 让她多干一些 真的 我觉得真正的男女平等 就是从允许女性 比男性更优秀开始 就我想的就很开 真的 真的 记得给我投票 女的 然后 我想的就很开 我觉得老婆优秀 又不是我的错是吧 自己娶的老婆 含着泪 也要把她做的软饭吃完 何况还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所以最后 谢谢大家 谢谢王月伦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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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起来 开起来 这个 大家应该认识我 初游大会我又来了 这个上一季表现非常的优秀 大家有看过吧 对 只上过一期 大家就只看第一期就好了 真的 我当时计划就是第一期 先谦虚地讲一讲 我是斯文的老公 我吃软饭 然后在后面再发力 证明我不仅是斯文老公 还特别厉害 结果就只上了一期 不但没有摆脱斯文老公这个身份 反而坐实了 这个后来为了证明自己呢 我又去了奇葩说 表现非常的优秀 对吧 对 真的很优秀啊 我太精彩了啊 这个 是吧 而且我们队也非常的神奇 就是队内谁厉害 就淘汰谁 所以我走到了最后啊 但是上这个节目 我有一个遗憾 就是最后没有拿到BB King 哇 真的就便宜了詹青云啊 真的 真的 很多网友都表示不理解 说哇 成禄 还有资格争夺BB King呢 真的很好 就是 你想想 如果我真的拿到了BB King 今天就是以BB King的身份 参加Talk Show大会 然后突围赛没有过 那你证明Talk Show行业得多厉害 到时候我就是行业之光 对吧 不过上那个节目 也不是没有收获了 就我在那个节目 哇 集中练习了 大量的吵架技巧 天天练习开杠 哇 我现在吵架 已经非常专业了 所以我现在在家里的地位 已经提高了 斯文每次想吵架 我就跟他说 你确定吗 对方便有 不要拿自己的爱好 去挑战别人的饭碗 斯文当然也不示弱了 他说 哎呀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家是讲爱的地方 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于是我俩辩论了起来 最后我赢了 家没了 之后呢 我还上过一个节目了 叫做 做家务的男人 不知道这个节目组咋想的 做家务的男人 也太不适合我了 你看我 又不做家务 也不男人 我记得 其实前一阵的时候 疫情期间嘛 挺多夫妻离婚的 就是在一起待得太久了 就很容易厌烦 其实我还挺紧张的 我就在想 万一我离婚怎么办 我就去网上搜索了 很多夫妻 如何相处的话题 比如说 离婚后 软饭男是否能给前妻 要抚养费 比如说 离婚后 软饭男该如何生活 当然最重要的是 离婚后 该如何寻找 下一个独立女性 好 有保证了 有保证了 哎呀 太好了 诚哥的现话 杨律师没有问题 我当时其实挺紧张的 我就在想 你孙老公出道的我 离婚后 我是谁啊 成禄 成禄是谁啊 世上本没有禄 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禄 这不是成禄 这是建国啊 其实呢 哎呀 其实 我俩考虑离婚 是放不下的 就最放不下的是海源 毕竟海源才35岁 这个 是个涉事未深的中年 而他的好朋友 就要离婚了 你说他该如何 承受这样的事实 放心 海源 即便我俩离婚了 我们还是爱你的 我们会尊重你的选择 你想跟谁就跟谁 而且我们周末 会一起去看你的 不过我真的是一个 很乐观的人 我就想离婚就离婚嘛 也许离婚之后 是吧 会对讲脱口秀有好处 会有新的素材 但我很快就想到了Rock 因为他也离婚了 对吧 上一届脱口秀大会 也讲了离婚 结果效果 就跟他的婚姻一样 失败 我不披萨我都很难受 你知道吗 所以说喜剧演员 最大的悲哀不是离婚 而是离婚还不好笑 所以希望我能离一个 好笑的婚 而且离婚很难的是 要面临跟父母 如何交代的问题 你说尤其我 身份很特殊 你说我回到家 我跟我爸妈说 我跟斯文离婚了 他们肯定很震惊 那我家岂不是没有明星了 我说爸 我也是干这一行的 我可以努力嘛 我努力再找一个嘛 是吧 再找一个女明星 你知道张雨琪吗 他应该不会嫌弃一个离过婚的人 而且他已经为我拍灯了 谢谢大家 谢谢张雨琪 我是成龙 好 谢谢 我长得好看吗 没有得逞 没有得逞 好 大家好 我是成龙 今天给大家聊一聊钱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你等公交车的时候 你等的那辆 它就是不来 你不等的那辆 它总是来 你知道这个 其实很烦人是吧 这在心理学上 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叫做穷 开心吗 聊钱 有没有打到你们 打到 还有一个 就大家平时养狗 是不是觉得每天遛狗很麻烦 其实有个办法 可以让你不需要遛狗 那就是住别墅 有用吗 这是我去住别墅家的朋友家发现的 我说你养狗每天遛不很麻烦吗 他说不用遛啊 你只要住别墅 有个大院子 他自己跑得可开心了 确实我一看 他比我还要开心啊 我就好想留在他家里 做狗啊 所以养狗其实可以很简单 就是你买狗的时候 顺便再配个别墅就好 一个生活小妙招送给大家 别墅配狗天长地久 王苏龙老师已经学会了啊 你看 这个钱确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对吧 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 我是一个一直对钱不怎么在乎的人 因为我从小就不缺钱 很多人可能就说 啊 有啥可啊的啊 很多人可能就说 那你肯定是因为你小的时候 原生家庭的影响 哇 真的 大家不要迷信这种理论 其实我们可以完全靠个人的努力 突破环境的限制 比如说我 小时候家里也不是很有钱 但我自己很有钱 因为我偷拿家里的钱 靠自己的双手实现阶级的跃欠啊 这个 当然我还是很懂事的 有时候我发现家里好像生活有些困难 我就会选择少拿一点 一个少年就这样默默地为这个家庭付出 从来不让他们知道 所以我六岁就财务自由了 那大概是我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时光 哇 我感觉我是身边人里的首富啊 我还到处跟人说 我不在乎钱 我先拿他一个小目标 而且我也看不起班里的富二代 他们的钱都是给家里要来的 而我是靠自己的双手拿来的 其实我也没拿多少钱了 小孩嘛 也就是一两块钱 两块钱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但是可以买得了一个小孩一生的辉煌 当然我当时偷偷拿钱还是有愧疚感的 我每次拿了钱 就会更加努力地学习 学习到很晚 一直到父母都睡着 然后又开始拿钱 这样就陷入了一个循环 你知道吗 我学习越来越好 家里越来越穷 你觉得他好识就 对 他声音特别大 不太适合 当然了 偷拿家里的钱肯定是不对的 而且后来我才知道 我父母是知道我偷拿家里的钱的 但是因为我也没有拿多少 成绩也挺好的 他们就当给我零花钱了 真的 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啊 其实我还挺感谢这段经历的 就是让我对钱没有那么多的紧迫感 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像七八年前刚开始做脱口秀的时候 脱口秀就完全不挣钱嘛 甚至为了演出还要倒贴钱 当时很多脱口秀演员就是因为讲不起脱口秀 而退出了这个行业 而我还可以继续讲 因为我小时候还是有些积蓄的 但我人慢慢到了中年 我就发现 当然大家看不出来 我已经到中年了 我发现钱还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中年人如果没有钱 大家就会说你不努力 不上进 人生垮掉 而且有钱了 你说点什么 大家都会听一听 你让马云说 我不在乎钱 别人就觉得还挺幽默 罗永浩老师说 我不在乎钱 别人说你倒是还呢 这片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看这个 说金句它也是有成本的 不然它为什么叫金句呢 而且说的金句越傻 需要你越有钱 你看说的金句越傻 需要你越有钱 它本来可以是一句金句 但因为是我说的 它就不是金句 它就只是一句普通话 所以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要有不同的金钱观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就洒脱一些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做一些傻事 但是到了中年 就要多挣钱 努力地挣钱 这样才能够让你年轻时候 那些傻事 你可以体面地 用金句说出来 希望我说的普通话 早日成为金句 谢谢大家 我是陈璐 大家好 我是陈璐 大家好 我是陈璐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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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舞台 这个 我现在是一个独立男性 这个准确地说是一个被迫独立男性 所以我真的没事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你们不用同情每一个离婚的人 你们同情Rock就好了 别别别 真的 我现在出去演出 真的都没有人笑了 感觉台下观众都在想 刚离婚就来逗我笑 有没有人性啊 我在心里想 我刚离婚就来逗你笑 你还不笑 有没有人性啊 真的 我现在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山东男人了 因为海员的抚养权已经归我了 我会好好的抚养他 给他买好吃的 好喝的 弥补他缺失的母爱 是吧 毕竟他还那么小 我要给他报培训班 让他学英语 尤其要上五腰Talk在线青少尔英语 和真人外国老师 一对一诗诗互动特别好 现在下载五腰TalkAPP 还能免费视频 一上来就说广告啊 让你们看看一个被迫独立的男人有多品 不要使出吃奶的力气 说到奶啊 这个 没了没了没了没广告了 不过我家最近确实多出来一个闲置物品 一套上下铺 望铺转让 为什么是望铺呢 因为我俩因为这个上下铺 事业发展的可好了 所以推荐给那些感情很好 但是事业还不够好的伴侣接受 但是呢 他只保事业 不保感情 真的不保感情 而且现在 其实也没啥 离婚的人越来越多了 上海的朋友应该知道 上海出租车上 甚至都印着一个广告 对吧 手把手教你挽救婚姻 然后留一个电话 这个没有用 我有朋友打过 他就 每天打电话倾诉 我打了很多天 最后还是离婚了 他跟手把手教他挽救婚姻的 那个人在一起了 因为他就觉得 对方特别理解他 哇 跟他比起来 我的婚姻算个病 我最后没有打这个电话 因为我不想跟那个人在一起 其实我跟斯文都很乐观 大家不用担心我们 记得我们去民政局 办手续的时候 我俩还在互相抛梗 有说有笑 有打有闹 旁边的人还跟我们说 结婚排那边 我俩说 我俩是来离婚的 就 哦 那看来是要买房 不给个灯吗 而且我发现 民政局的墙上 贴着一个宣传话 叫做 夫妻相处十大原则 应该是给结婚的人看的 我俩仔细地看了一下 发现第一条就是 不要在公众场合 互相接断 我俩相视一笑 吐槽大会算公众场合吗 我不仅想起了 吐槽大会的夫妻专场 有我俩 有阿娇他俩 还有秦浩 义能静 祝秦浩 义能静好运 对我拍 对我拍 原来是秦浩老师的朋友 我觉得他俩肯定没有事 你想一下 义能静想离婚 秦浩 腼腆一笑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而且其实离婚之后 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反思了 我发现我其实不是个废物 我还是很有用的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我除了是我们公司的总编剧 我还是我们公司的交际花 男公关 真的 我经常陪客户喝酒 逗客户笑 让客户下单 我太喜欢应酬了 客户都怕了 不过程鲁老师 我们的单早就下了 今天就不喝酒了吧 我说下单了 那得去庆祝一下 所以我每天还很开心 就工作完哼着小曲 哎 应酬去了 而且我在酒桌上真的 可好笑了 比我在舞台上好笑多了 观众朋友们 不要让我在酒桌上遇到你们 不然我会笑到让你们投票 记得投票啊 然后 我知道2020大家都很难 但是对于有的公司 有的人尤其难 你们猜猜我说的是哪个公司 哪些人 你们也不用喊出来啊 这个 但是我们是做喜剧的 你们不用同情我们 你们笑我们就行了 因为如果你们不笑 我们就更难了 好 最后谢谢大家 我是程璐 你们笑吧 你 复活他是为了交给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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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ажу 再快乐了 是啊 成禄没得选 成禄留给他谁是谁 对啊 谁要选周寂寞 天花板 去抽他干嘛 跟我的预期差不多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 才能挑人嘛 大概率就会剩下 他们觉得最强的一个人 所以赢很难赢 其实诚哥这一季 表现都很好 但是个人生活上 有一些作者 舞台上没什么毛病 也不多说了 让我们有请 成功 好 大家好 我是成龙 大家最近看那个 《三十而已》这个电视剧了吗 看了对吧 我看完了 我看完以后就觉得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真的 当然我不敢这么说 其实不然就会由 男权主义者挑出来 说我物化男性 独立男性 物化男性 人设崩塌了 没关系 其实我觉得 这都是对男人的 一些刻板印象 对吧 尤其我是一个山东男人 别人现在提到山东男人 都说 哇 大男子主义 女人上不了桌 真的不是这样 我就在桌上 经常碰到我妈 因为家里都是我妈说了算 而且上不上桌 也是她说了算 她经常自己决定不上桌 她是有选择权的 她早就拥有了上桌自由 而我和我爸就很惨 必须上桌吃饭 我妈还经常催我们 吃饭了还上不上桌 还是不是男人 所以我妈在家 根本就不是弱势群体 她甚至是我家最男权的 她就是我的男权妈妈 真的 刚才大家也都聊了很多 中年危机什么的 对我来说确实这个 三十而已 因为我已经三十五了 我是一个八零后 再多的有八零后吗 没有啊 没有就不要说了 还是有几个的 但声音已经很微弱了 而且八零后确实已经老了 对吧 时代变化太快了 比如几年之前 今晚八零后脱口秀 哇 还是一个代表年轻人的喜剧节目 现在呢 这个节目已经没了 对吧 我们把它做没的 就跟这代人一样 没有人在提八零后了 没办法 一个深夜档的节目 给八零后看 八零后早就睡了 而且八零后压力确实太大了 是吧 年轻的时候 八零后就口气很大 我就干到四十岁 实现财务自由 结果现在 今年已经四十岁了 别说财务自由了 还被公司裁了 当然也跟财务自由 有点关系 老板说 去当财务吧 你自由了 年龄一大也没法潮了 比如我们原来看不惯的沙马特 头发都是那样的 很有个性 现在这个群体也消失了 他们也不是不想染头发 是实在没有头发的 对跑车的态度也是 年轻的时候看到跑车 哇 好潮啊 现在看到跑车 哇 好潮啊 但是有一款轿跑出外 那就是第三代明觉六 超战力轿跑设计 年轻首写 谁开谁潮 我现在也是中年人了 对吧 我的处境也很尴尬 因为我在公司是个中层 看似很重要 首席编剧 但我司首席编剧 有好多个 我就想问一下 作为一个文化公司 你们是不是不明白 手是什么意思 而且我们公司晋升的 天花板太低了 首席编剧上面 就是老板了 上次我跟老板说 我想升职 他说反了你了 后来他冷静下来之后 跟我说 哎呀 有一个职位你喜欢吗 首席首席编剧 你想要加几个首席 你随便加 然后我成了 首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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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剧之后 我就结巴了 真的 我思唯一的出路 就是当明星 你看李诞 真的 你看把我 从幕后都逼到了前台 不是 台前 逼到前台也太惨了 前台的晋升空间也太大 你看把我 从幕后都逼到了台前 都快把我逼红了 真的 公司不逼你一把 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红 作为公司的中层呢 那种感觉 你们可能也都知道 就是不上不下 上吧很难 下吧也很容易 因为我这个人 本来就是很看得开的一个人 我不想那么拼命 是吧 很多人都是工作狂 是吧 我不一样 我是一个休息狂 那我休息起来 我跟你说 谁也拦不住 我可以一周连续不工作 只休息 我休息累了 我就再休息一会儿 同事还都劝我说 哎呀你工作一会儿吧 人还是要劳逸结合 我说不用 我扛得住 你们快回去工作吧 休息的事都交给我 今天其实我最不想选的 就是周其默 因为他确实是复活过来的 俗话说得好 你永远杀不死一个 可以复活的人 而且杀不死他 他只会让他更强大 你看复活了这么多次 就是为了淘汰我 当然我现在最烦的 还是Rock 我本来还可以拿一些 可怜的票 但是遇到Rock 就不会有这些票了 是吧 大家一看 Rock早就离了 还是投给Rock吧 在台上还是要找回来了 然后我知道 其实观众很关心 我现在的生活了 就怕我一个人饿死 但是还有人 很希望 我们能够继续在一起 甚至最近有人 给我寄来了复合肥 收到这个礼物 我都乐了 我真的很喜欢 我们的脱口秀观众 你们不要再给我花钱了 好不好 你们可 我自己可以的 毕竟我是首席首席首席编剧 大家好 我是程璐 谢谢 投票吧 这个 就不用讲了 不用讲 今年这个兔友大会 是更好看了 对吧 可没有人反应 跟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有人说 今年投票大会更好看 全是领导的功劳 这个 片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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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组这么多人 其他人就没有 一丝丝的功劳吗 这个 没有啊 这个 这个 但是没有 但是我们现在 做节目越来越难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因为现在 我们说什么 都可能会被误解 就是可能都会骂 就比如说 我原来在节目上 就吐槽大会 有吐槽过那个 全王邹世民 大家还记得吧 我就说 邹世民很不容易 来自贵州 一个小地方 靠自己打拼 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 但目里面就开始 有人骂我 说放屁 胡说 贵州才不是什么小地方 不是 我的意思是贵州 不是贵州是个小地方 是贵州一个小地方 贵州也有小地方 还有一些人 更过分 天天给我发微博私信 告诉我贵州的人口和面积 搞得我对贵州 特别了解 真的 简直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贵州 常住人口 3860万人 总面积 十几点 六万平方公里 地跨 长江 珠江 两大水系 我爱贵州 不是 我爱大贵州 我爱大贵州 其实我现在一个人生活 这个也不能这么说 我还有我的父母 我跟我父母关系真的很好 就是从小关系就很好 不像有的父母 还会打小孩 对吧 而且有些父母 打小孩的时候 也会说一些屁话 很蠢 说什么 打在你身 痛在我心 很荒唐 对吧 你不可能一边打小孩 一边想 糟糕 是心痛的感觉 大家千万不要打小孩 你看我爸妈 就从来不会打我 相反 他们有着 很好的育儿理念 他们就是 要跟小孩做朋友 我爸为了了解我 还去偷看我的日记 我是怎么发现的呢 我是偷看 他的日记的时候 发现的 我俩关系真的特别好 就是我记得 有一个暑假 我和我爸 天天在一起 打游戏 下象棋 就跟哥们一样 然后有一天 发现 游戏机 象棋都丢了 原来是我妈 偷偷给扔掉了 当时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爸 已经结婚了 我们的友谊 已经影响到了 他的家庭 我只好跟我爸说 爸 我们还是做父子吧 我爸也很难过 不是说好 好兄弟 一辈子的吗 当然 我们还是找到了 解决方法 就是把我妈拉进来 三个人一起斗地主 大家有没有 跟自己的父母 一起斗过地主啊 有 很困难 很困难 因为跟父母斗地主 关系特别复杂 有父子 母子 夫妻 关键还有地主 和农民 对吧 我妈斗地主 就会特别投入 她会突然斗着地主 说 儿子 妈养你这么多年 也不容易 每天为了这个家 日夜操劳 你能不能 不要炸我呀 哇 我太烦了 打牌 还要打清醒牌 我爸就特别清醒 说儿子 你清醒一点 你看下眼前这个女人 她不是你妈 她是地主 你是农民 你爸也是农民 你要记住 你永远都是农民的儿子 然后我就炸 当然在我炸的时候 还是说了一些好话的 我说妈 炸在你身 痛在我心呢 其实这个 我现在跟我爸妈 相处得很好啊 我有一个 跟他们相处的妙招 就是给他们打钱 他们一捞到我 我就打钱 这就相当于封口费了 有时候他们都不好意思了 哎呀不要打了 怎么又给我打钱 不用我 我说 你看你又唠叨了 不是 真的很好用啊 他们现在已经完全不理我了 这就让我想起了 大导演北野武的故事 大家知道 这个北野武成名以后啊 就是他的妈妈 每个月都管他要很多钱 北野武都觉得 妈妈也太贪婪了 结果妈妈临走的时候 把所有的钱 都留给了北野武 原来是妈妈 怕儿子乱花钱 等自己死了 他活不下去 我就把这个故事 讲给了我爸妈听 他们听了很感动 我妈跟我爸说 我就说临死之前 就得把钱都花完吧 儿孙自有儿孙福 哎呀没有了 我爸其实 我爸妈特别好 去年我离婚以后啊 他们怕我孤独 还专门来上海陪我 今年他们已经回去了 因为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我现在有李旦 跟我相依为命了 好谢谢大家 我是滕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陈璐 这个喜剧领导 is coming啊 今天再给大家 简单的讲两句 小周刚刚的表现 还是很棒的啊 小声送给小周 但是有点抢领导的风头啊 太炸了 算了 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 我是一个山东人啊 这个我们大家 对于当领导 有着天然的向往 小时候小伙伴们 一起玩过家家 六个小孩 我们有三个爸爸 三个妈妈 没有人当儿子 当然三个爸爸 还有一个正爸爸 两个副爸爸 当时我就是一个副爸爸 我太渴望当正爸爸 我跟他说 我什么时候 才能当上正爸爸 他说你不要着急 小朋友 以后我这个位置 就是你的 我现在四岁 等我干到六十岁 我就退了 而且自从当上领导之后呢 我爸真的开始 对我的拓骨秀表演 提建议了 他说你作为领导 你讲话节奏太快了 你说话一定要慢 要等 不管你讲了什么玩意儿 你只要等 一定能等来掌声 还是我的爸爸好啊 当领导以后呢 其实我身边的 拓骨秀演员们 都特别地尊重我 对我很客气 尤其是很多新人 跟我说 诚哥怎么能在 拓骨秀大会取得好成绩 这时候老人就 跳出来帮我说话 说你们怎么说话呢 能不能问点 诚哥会的 新人也很委屈 问啥诚哥会的也不多 这个我确实在节目里 上次说了 我在上海的公司 当领导了 哇那个老家就传开了 但是越传越邪惑 传着传着成了 我在上海当领导了 亲戚们出去都是 哇我大侄子是上海的领导 提他好使 我爸妈也不跟亲戚们解释 你看他们 不信谣不传谣 也不屁谣 而且这些亲戚们还问我爸 说你儿子这个喜剧领导 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干部 我爸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职级 反正他的工作吧 就是每天给人到处讲话 而且听他讲话还得给钱 然后亲戚们就 他还收钱呢 那你儿子这领导 估计当不了多久 听说我在上海当领导之后 老家真的有人托我办事了 就是我的亲戚跟我说 孩子考交大差两分 你认不认识交大的人 能不能给我办 我说交大的人我倒是认识了 但庞博能不能办 我就不知道了 估计已经较学了 这个我当上领导之后呢 我爸妈是心态变化最大 他们天天在盼着 有人给我送礼 都半年了都没有人来 他们都着急了 说我爸说就没有人求你办事吗 怎么连个送礼的都没有 为了让他们放心 我只好给自己买了礼物 求同事送给我 而且我去同事那里 我还得准备两份礼物 我跟同事说 这份是我送给你父母的 这份是你送给我父母的 因为我老是送礼 导致同事的父母都特别喜欢我 还问我 哎呀 你在公司是个什么官呀 我说我是父母官啊 这个公司真的 我现在真的是领导 公司还给我配了一个司机 但我经常忘了 我有一个司机 就是有时候司机送我 去一个地方开会 我开完会 自己打车就回家了 留下司机在那里苦苦等待 等到半夜 司机给我打电话 说诚哥你在哪呢 我突然想起来 哦对啊 我有一个司机啊 这怎么办 我只好说等等我 我还有半小时开完会 我赶紧自己打车回去 这个自从公司 给我配了司机以后啊 我的打车费是成倍的增加 当然作为喜剧领导 其实我在公司 也不敢有脾气 因为大家知道 我管的这些人对吧 很可能一上完节目 一下就比我红了 你说我刚骂完人家 人家就拿大王了 我就很尴尬 是吧 大王都是领导不好 我也没想到 你也能有今天 所以每次拓游大会 刚录完 是我脾气最大的时候 因为距离下一个大王 还有一年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脾气就越来越小 然后拓游大会录制期间 我的脾气就变得 无比的随和 我甚至都忍不住 恭维起来 而且他们都很纳闷 说哎呀领导 你怎么老是拍 我们的马屁呢 然后有人说 没有啊 他们没有拍过我的马屁啊 废话你都淘汰了 谁要拍你的马屁 最后呢 今天是跟邱瑞比嘛 小邱啊 这个 我今天也没有啥压力 对吧 赢了就是领导好 输了就是领导领导的好 当然了 我还是希望小邱 好好的发挥 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恰到好处的输给我 因为我再也不想 拍他的马屁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陈璐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我是陈璐 太好了啊 小慧啊 真厉害啊 厉害厉害 什么结婚啊 离婚啊 真的是 没有必要的吧 没有想到 我现在是小慧 心中最佳的 伴郎人选 马上就去赌门啊 马上去赌门啊 很开心啊 因为今天的主题呢 是心理健康 哇 那就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我太健康了啊 而且我原来做过 这个心理学方面的口译 口译 很高级啊 就是国外的老师 在那讲课 我就在旁边 给他做翻译 然后 我很多都不会翻 我就瞎翻 我不会了 就讲自己的段子 翻完之后 老师就很懵 说我记得 课程里 没有这么多笑点 我说 嗯 那是你原来 没有遇到我 那些学生们 也很懵 说这个美国老师 怎么那么多的 山东自黑格 这个对 我确实在心理学方面 有很多经验了 就是学了很多的知识 我甚至有想过 要不要去做心理医生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心理医生 第一条 就是要对听到的 内容保密 我也太好奇了 比如有人来找我 做心理咨询 他在讲到自己秘密的时候 我太难忍住好奇心了 我说 哦 还有这种事 快展开说说 而且在他说 自己秘密的时候 我甚至都想好了 我要讲给谁听了 而且如果他的秘密 特别精彩 一次咨询做不完 我就催他下次赶紧来 我就给他电话 什么时候来看心理医生 已经断根很久了 我是一个催根型的心理医生 而且我做不了心理医生 还有一个原因 是我受不了别人 说一堆废话 没有笑点 我会忍不住给人加梗 就是如果别人 一直跟我说 我说 等等 hold on 你已经讲了五分钟了 还没有梗 你应该在你讲到 你老公出轨了那里 加个梗 比如说 幸亏我也出轨了 你这样讲的话 别人就会爱挺很多 其实大家对心理医生 整体上是有抗拒的 对吧 就有人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 会戴上口罩帽子 里三层 外三层 就怕被人认出来 是吧 被人认出来了 也不愿意承认 说不不不 我来医院 不是来看心理医生的 我只是不孕不育 你年轻怎么这么高兴 而且 很多人心里出了问题 他不看心理医生 他觉得自己看看 心理方面的书就行 这就很荒谬 你比如说我骨折了 我不去医院 我在家里看书 能行吗 好像也行 你就读五年的书嘛 对吧 因为一般学医 都需要五年嘛 五年之后 我看着自己骨折的腿 高兴地说 哎呀我来了 我知道怎么治了 我知道现在 最佳的治疗方案 就是买个轮椅 而且其实心理问题 比身体上的问题更难 因为你想一下 你半夜里面 心里有一些问题 你都没法挂急诊 真的没法挂急诊 对吧 半夜里面急诊室 一般都在排队嘛 你比如前面有一个 头破血流的大哥 你排到后面 你说大哥 我心里有点难受 我有点失眠 你能不能让我先看 你看大哥会不会 把你打得头破血流 哇 哇 两感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们搞喜剧的多少 都有些心理问题 是吧 所以我们公司 这是一个真事 我们公司给所有的 透口演员 都配备了专门的心理医生 但大家都不太敢去看 就怕自己心理正常了 是不是就没那么好笑了 然后那个心理医生 确实也很有用 他治愈了好几个 脱口秀演员 突围赛都淘汰了 这就是死了 我变健康了 也变弱了 这个 其实我心里比较健康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我只有一个烦恼 我就是心里太健康了 我太开心了 导致我的脱口秀 没有素材 所以我就劝自己 哎呀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干嘛要这么开心呢 做脱口秀演员嘛 最重要的就是不开心 其实现代人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心理问题 我建议大家遇到痛苦 遇到心理上的问题 就去看心理医生 不要不好意思 我觉得心理疾病 就跟感冒发烧一样 你一旦有了 你就去找专业人士 如果你的遭遇足够精彩 找我也行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成鹿 谢谢 好 大家好 我是成鹿 哇 新人也太厉害了 大家对脱口秀演员 也不要有误解 脱口秀演员 也有枯燥的一面 然后 太难了 哇 这新人太厉害了 没事 我现在已经是领导了 我隆重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不仅是公司的首席编剧 而且我还要管理这些演员和编剧 所以我是真正的领导 所以下面我就简单地讲两句 希望我们这个比赛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 哇 成鹿很好 好 已经两针了 我的结束了 领导两针已经很不错了 确实有点尴尬 你知道吗 就喜剧和领导 这两个词就很尴尬 尤其是我们公司 全是喜剧演员 他天天讽刺领导 对吧 自从我上任之后 上任 自从我上任之后 他们就天天讽刺我 说是妈 喜剧跑得快 全靠大头戴 确实戴的还可以 戴的还可以 确实脱口秀演员和领导 这两个词之间 就有天然的矛盾 对吧 脱口秀演员 大家想一下 一般就是聪明的穷鬼 公司的领导 有钱的傻子 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 我才不要为了钱当傻子 但是老板把一堆钱 摊在我面前 说傻了吧 这个其实我答应做领导 其实是想打入领导的内部 就看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傻 加入之后我发现 这不大家都挺棒的吗 就当了领导之后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的智商直线下降 就每天都在下降 我都感觉我自己的智商 快扛不住了 再傻下去就得当董事长 我怎么把这句话说出来呢 董事长在这看呢 没关系 他听不懂 这个当领导去做卧底 我还是发现了 公司的很多的秘密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我们公司不让说谐音梗对吧 谐音梗扣钱 其实是因为谐音梗太简单了 要留给领导讲 我当领导第一天太爽了 真的 我说了一天的谐音梗 没人管得了我 全是让人笑不出来的大烂梗 可把我的下属们笑坏了 当然当领导还是有些不适应的 就是原来不当领导的时候 开会我是时间就很随性的 我就想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去 当了领导之后 我就不能这么随意了 我必须最后一个去 我万一早到了 我还得躲起来 有时候还会遇到 躲好的董事长 就是而且开始的时候 我很不适应 因为我每次老是准时到 为了提醒我自己 我还在我的办公桌上 刻了一个碗字 当然这个当领导 还要做年终总结 对吧 还要写什么数值报告 其实就是大家一块吹牛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吹 是第一年当领导嘛 我就在我的PPT上 瞎写了2021年 要实现三个翻译翻 2021年 要实现笑点翻译翻 脱口秀 大王总量翻译翻 但我讲的时候 发现我只写了两个 没办法 我只好说PPT翻一翻 大家听出 当领导之后的梗 就是这样 不要要求太高 而且当领导之后 还是有好处的 就是我的家人特别开心 因为我是一个山东人 他们再也不催我 考公务员了 但是他们只高兴了 没几天就开始催我 说儿子 你现在这个级别 你什么时候 能当上领校园 是不是等李战退了 就轮到你了 我说不可能 我说他比我年龄还小呢 我爸说没事 李战虽然年龄小 但他身体差 所以我现在天天陪李战喝酒 就怕他身体突然好起来 最后呢 我想说 其实当领导 当喜剧领导 脱口秀的领导 还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培养了很多的新人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他们都很尊重我 过年的时候 还给我送礼 跟我说 明年的脱口大会 诚哥一定要照着我 我说没问题 你只要记住一点 脱口大会PK的时候 千万不要选我 诚哥给你跪下来 所以当领导很不容易 谢谢大家 我是程璐 谢谢